在金融市长刘昌 立法委员邱成远及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与市议员庄龙青同志委郑凯玲等人共同开球下 为期三天的服务棒球体验营 在道伦棒球场完成结业仪式 家父基金会执行长周大摇希望 透过棒球营的肢体训练 改善小朋友自我表达能力 增进人际互动及建立自信 现场还有开源企业连续四年提供百万助学金 希望帮助家父孩子稳定求学 金融市长林佩昌除了感谢各界的爱心 也宣布一项好消息 8月20号将带着受辅助舆论养家庭的小朋友 一起到天母棒球场观看职棒比赛 市政府也已经在8月20号 我们订好这个球票 我要带所有的家父的小朋友 还有我们寄养家庭的小朋友 总共有200多位的小朋友跟家长 一起去看职棒 然后希望能够带给他们一个非常开心的夏天 更希望能够培养他们对于人生正面的一个价值观念跟态度 还有我们打棒球坚忍不拔的一个精神 立法员邱成源于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也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家福孩童的支持 这个我们不管是基隆市政府还是我们中央单位对于体育的推广 我们大家都是同心协力跨党派的一起来合作 那也希望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可以把这样子体育推广的精神继续在基隆这个发光发乐 家福都是需要很多人帮忙的 因为有很多人一起的陪伴 借着运动让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体力挥发出来 然后让他们敞开心胸 跟更多人接触更多人交涉 是我们家福在这边做最好的地方 活动最后 由服幼委员组队与棒球体验营的小朋友来一场乐乐棒球友谊赛 小朋友认真的接球传球玩得很开心 基隆家福方面也期盼 未来能有更多善心人士共同出力 成为基隆家福在服幼路上的最佳帮手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道